我們馬上來做一個很簡單的齁 兩手拿起來 食指交叉 然後呢 我們把手掌心朝前 現在我希望請所有網友 你用一分鐘來檢查自己 然後等一下我說1 2 3 我們就把手取過的很好 很自然的 就順其自然 1 2 3 好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大家都不要動喔 那你要聽我講喔 如果你是50歲以下的人 你現在應該是很輕鬆 手打 還要夾住你的頭 現在夾來不及 好 那個是夾功過的 因為你這一起來就是最直接 如果你現在是夾不到你的頭 只夾到耳朵 我說你的這個脖子肩頸的這個狀況 可能是老化到60歲左右 好 那如果還有一些網友朋友 你現在連耳朵都夾不到 甚至已經分開 你的肩頸年齡差不多 已經就像70歲老太太了 好 那如果還有一種更嚴重是 連手肘都打不直 甚至一邊已經是彎曲的 嗯 或者你現在呢 覺得說我跟素卿姐拼了 我就來夾著 你現在完全是為了面子在撐著 然後呢 後面很僵硬很疼 你的肩頸的循環 大概已經到80歲的一個狀態 真的嗎 其實現在很多人喔 他一分鐘是很痛苦的 然後他就會發現 哇 脖子很緊 然後呢這個肩膀開始痠 開始僵硬 然後手會這樣子抖 好 如果你現在已經休息了很多次了 你每這樣子休息一次 你要自己加10歲 好 那你現在放開 慢慢落下 如果你落下的過程當中 好爽 其實你自己再默默的加10到20歲 我已經120了 不要再加了 好 所以當一個人 他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如果你從解剖醫學來講 誒 我不就是肉啊 筋啊 比較僵硬嗎 可是你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都是穴道跟經絡 所以你現在自己摸摸看你的這個脖子 如果脖子都是僵硬 那你覺得經絡跟穴道裡面的氣勢 堵住還是同樣 喔 他就堵住了 他就過不去了 所以我們不是說台灣目前大概有 300萬到600萬人有睡眠障礙 是 你聽完我們剛才這段法 其實你已經發現了 有可能就是你的 這邊太僵硬 所以一晚上躺下去 躺下去應該是很放鬆 然後準備要睡覺 可是這邊僵硬之後 氣血的循環會變差 因為你知道齁 我們現在的工作跟以前不同 古代是體力活 我們現在都是幾乎坐著不動 所以這個對這邊的氣血的循環很差 而且你看齁 賺錢說實在各位網友 賺錢是不容易的 你坐在那邊你覺得沒事其實壓力是很大 很多事情你要完成 你們現在跟我做一件事嗎 比如說你是我的員工 是 蘇青為什麼你到現在還沒有做完這些案子 你到底什麼問題 你領我那麼多的薪水 為什麼你沒有做 你開始緊張了對不對 你會發現你牙齒咬緊 這邊一咬緊 這邊的肌肉就會開始僵硬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是會說 哎呀 你也說不上到底什麼病 就是這個地方 整個都僵硬 是 那相對的如果我能用 對的方法 讓他能夠氣順暢啊 肌肉有彈性 所以很多事情就 欸好像ok了 是 本來睡不著 他就會覺得 比較好睡 是